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节目上经常跟各位报告 第一个复杂的是把它变简单 这个叫效率 在我们的部分 我们主要是以PSY当做一个评价基础 也就是说当PSY这个数值 这个指标 它来到正五时我们就做空 那相对的来到负五时 那我们就做多 它标准值在中间叫零种 除此之外 那很多朋友你没有PSY的 你会觉得说 那我又没有PSY怎么办 那我们来看一个蛮有意思的 来 各位请看 我们刚才过去跟各位做过简单 金融市场其实 你要有一个适合你自己的 一个辅助工具去做评估 那各位一定告诉我说 除了PSY之外 那到底还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 它的成功率很高很高很高 那么你就照着这个架构来 有啊 每天都有讲一个东西 然后可是各位大概也没有很注意 放在这个上面 如果呢 以每一天你个人 你个人很简易就判断 今天台北股市会涨 今天台北股市会跌 然后你的成功率很高很高很高 那么怎么办 你就照着做就好了 你说小伙伴有这个东西吗 当然有啊 来 各位看一下这里 我每天都有帮你做简报 可是呢 可是呢 各位就看了就忘记了 对不对 对啊 举例 今天是7月4号 礼拜三 今天也是周选辰选结算日 那么各位请看 这过去五个交易日 昨天是7月3号嘛 你说啊我知道 昨天 你一天告诉我你知道 对你知道吗 那问题是怎么做研判 来 各位请看 这过去五天 台北股市呢 昨天呢 开高走高 那么收低嘛 那尾盘呢 还是有撑嘛 那跟礼拜一不同嘛 礼拜一是开高走高 收最低嘛 上个礼拜五呢 是开低走高 一路走高嘛 每一天都不同啊 每一天都不同啊 那请问 你可不可以选择一个 适合你自己的方式 然后呢 你的成功率很高很高很高 你接受这个事实 来 就这样子就好了 来 看着它 我们来看第一个 你每一天 每一天 每一天 你就剔除开盘量 你就不要去看开盘量 然后去观察 每一分钟 交易价 跟交易量的变化 那你就会是 金融市场的最大赢家 你有看到 这样子我就会是 金融市场的最大赢家 对啊来注意再看一次 分别是 27号 28号 29号 2号 3号 好来 我们稍微把底下放大就好 不然大家看不清楚 可不可以放大这个快快 谢谢你 停 不要动 好 别动了 来 各位请看 我把开盘量剔除之后 每一天 最大交易量 我把它标示出来 分别是在 1 2 3 我们慢慢往右边走 慢慢往右边走 3 4 5 对不对 好 我把每一分钟的位置 抓出来之后 那我们去看什么 看它的价格 好 所以我们来看 当我们把每一分钟 看全图谢谢 每一分钟 最大交易量的位置 抓出来之后 你会得出分别是 6月27号的10770 6月28号的10641 29号的10701 7月2号 就7月的第一个交易日 礼拜一嘛 是多少 108号1啊 我记得我们在早上 9点到9点半嘛 我们节目嘛 那么10851执掌 他还往上走啊 有没有 有嘛 那接下来就到大点 好 昨天是7月3号 是10826 对不对 昨天嘛 24个钟头前嘛 好 各位请你告诉我 你可不可以使用一个选择 适合你自己的工具 然后呢 你的成功率100% 那你就接受这个事实啊 你说哪有这个东西 那你再看一次嘛 再看100次也一样啊 来请问 该怎么做 对不对 该怎么做 就这样子做啊 6月27号强弱关键10770 跌破强弱 跌破10770 请问 是多方胜 还是 是空方强 如果跌破了 跌破当然是空方强啊 6月28号 6月28号站上10641 是多方胜还是空方强 多方胜啊 6月29号站上10701 是多方胜还是空方强 多方胜啊 7月2号跌破10851 是多方胜还是空方强 空方强 那么昨天10826嘛 那请问 昨天如果跌落10826呢 那空方强啊 所以他就一直跌 一直跌 一直跌啊 就跌了又100点啊 他这是不是 他这又跌了100点而已 有嘛 好来 各位请你告诉我 这个是不是一个 有效的方式 对啊 选择一个适合你的工具嘛 把复杂的变简单嘛 这个叫效率嘛 我们的效率是 PSY嘛 PSY正50空嘛 0就可以平嘛 负10多0就可以平嘛 负10多0就可以平嘛 正506有空 0就可以走嘛 这是我们的效率嘛 这样是不是每一遍都会对 这都 这都15点 100点 15点 100点 这都100点以上 每一次耶 从正50到0 负50到0 都有一百点以上 那不就OK了吗 一专要100 四专也要4吧 你也可以使用这个方式啊 你去观察每一分钟 交易价跟交易量的变化 好 各位有没有发现到 强弱关键 它本身是一个什么 叫同时指标 它不是领先指标 它也不是落后 它叫同时 就是说 你观察量价结构里面 每单一分钟最大交易量的位置 那你去观察它的点位 然后去及时比对价格跟这个点位 如果价格在这个点位之上 代表我就是多嘛 之下我就是空嘛 所以多你就乐观 这个乐观不是一直乐观哦 这个乐观举例 你要乐观到什么时候 乐观到正五十六要给它办康啊 你知道吗 如果你要保守到什么时候 负五十你就要做多啊 就这样子而已啊 所以呢 还没讲完喔 今天几月几号 让小明明今天七月四号 快点你跟我说今天强弱关键在这里 不是今天强弱关键是在这里啦 是今天市场的平均交易成本在这里啦 第一零七五四 你有哦 我昨天有看到简讯 一万桶七百五十四点对不对 对 也就是说我们去观察 观察什么呢 台北股市的节奏改变了 过去大家一定认为说 五天嘛一周嘛对不对 就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 一二三四五不对啦 理论上你的看法应该把它改成 三四五一二啦 拜三 拜四 拜五 拜一拜一 就是每五天一个节奏 每五天五天一个节奏 这个五天是由礼拜三开始算的 也就是说每个礼拜的礼拜三 是个结束点 可是相对的哦 它也是个开始 每周三 那今天呢今天礼拜三啊 为什么因为每周三叫结算嘛 不是月结算就周结算嘛 所以呢过去这一周 有做选择权的周选择权的 你到今天就要结算啦 对不对啊你周赢的你就赢了 你输的你就变0嘛 周选周选每个礼拜就变0一次嘛 那你做对你当然赢嘛 那月结算呢是每个礼拜三的 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的礼拜三嘛 所以每一个礼拜三都是个结算日 就大小的结算而已 所以每个礼拜三是个开始也是个结束 所以我们来看 所以市场过去这一个礼拜以来 到今天为止 市场的平均交易成本在哪里 在1万 0754点 在1 0 7 5 4 也就是说我的看法今天应该 四度啦 正向去做观察 你以后你又欧白说 刚才掌你不讲正向 现在跌你又讲正向 你亲的啦 因为今天是结算嘛 那这个结算的座价座量 你又去把 你现在掉下来的6点 OK啊 涨跟跌有重要吗 不重要啊 真正的关键是什么 要做对啊 那你说我都没有做对怎么办 那没有做对要爬起来 来跟各位做个分享 昨天是7月3号礼拜二 我们昨天的测标呢 跟各位大家一起做个分享 天上下雨 地上就会滑 走路跌倒 要自己爬你知道吗 怕怕跌倒要怎么办 跌倒要爬起来 难道你就倒在地上吗 你一定会爬起来 请问各位朋友 我也会跌倒 我那个走那个穿拖鞋 过马路下雨 那个斑马线 踩那个白白的 我就跌倒 跌倒要爬起来 难道躺在那里吗 那请问该怎么办 走路跌倒就自己爬 自己要爬起来 那关键在你怎么爬起来 你可以有个辅助工具 扶你起来 那今天怎么看 我今天我的看法很简单 我今天就一定观察 台北股市今天会不会收在 10754 小友明你再说一遍 再说一百遍也同样 现在就704 你给他说754 我算出来就是754 不能怎么办 好所以我们来看 这个754怎么来的 这个754也就是说 昨天的10826 礼拜一的10851 上个礼拜五跟上个礼拜四 分别是10701跟10641 那么我们把过去这几天 最大交易量所产生的价格 那么把它全部加起来 得出它的平均交易成本 这个平均交易成本就落在 10,000 7754 也就是说 你从上个礼拜 从上个礼拜到今天要周结算了 对不对 我不是要跟你讲什么选择权台子期 我是说你从上个礼拜 你做买权的 到目前为止你应该是赢的 做卖权的应该是输 如果是站在买方的 台子期做多的应该是贏 应该 我不说全面 因为也有人在这里做多这里卖 不就输 在这做多这买的也是输 对不对 可是我们讲理论上 多方算 也就是说我们去观察过去 新的一周多头更强 再讲国际股市之间 国际股市比较简单 国际股市哪有什么困难 国际股市就三条线 你知道吗 这一条 你就把它背起来就好了 就不要理它了 这一条 2万4千多少 4百多少 50点啊 这一条 2万4千38点 这还一条 2万4千550点 那你就是最大赢家的还要做什么 还不会做 没有啦 这样做就一定贏了 不然你是要怎么做 没有 我给你打赌了 你现在抄 抄起来 道琼工业指数 你现在抄啊 今天去营业 明天在 后院 后礼拜 统统一样 你就画一条 24450 做多 做多会输啦 24300 不要做啦 24050要不能空啦 要多啦 那就这样子而已 还能怎么做 反正你空 它就掉下来 你多 它就涨 你不是最大赢家 不然你还要学什么 复杂的事变简单 叫效率 你说那有没有更简单的 有啊 我们更简单更厉害的 叫做什么叫PSY 那PSY怎么做 你就一根手指头 你纸纸标语就把它点下去 对不对 PSY把它点下去 然后不管你要看什么商品 要点的 来 你要区间大的 请你点30分 你要做短线交易的 短线的 那你就点5分 那5分钟大概约略 从正50到0 或负50到0 到0走啦 不管是正50下来 负50上去 5分钟的 约略会落在40点 至60点之间 约略 那如果是30分的 150点到200点 正常都有200点 将近200点 就是说我正50跟空 砰 连 没200没也100 国家再差都有100 我负50多 这个上来 再烂都会有100点 所以整体上 就这么做就好 还能怎么做 我就不知道还要学什么 你就做都贏 晚上就好了 不然是要怎么做 就是说PSY本身叫做0 你就在0 画一条平行线 对不对 然后当它掉下来0 0 掉下来负50 你就干败了 就起来0 你就可以走 然后它没到负50 你就不要插他了 它没有负50 反倒拉到正50怎么办 你把它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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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是又贏了 你没 这个叫效率 好来 那国际股市该怎么办 两分钟后 我们进一段广告 马上跟国际做分享 谢谢你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步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鸡飞万点 狗旺发财 TSY高档不空 TSY低点翻多 战斗营互步为营 战斗营挡挡掌停 顾得投顾咨询专线 02 2578 3000 2578 3000 快乐战斗营实战我最行 多也行空也行 行行任我行 上上跳上下跳 金正跑不掉 台湾战斗营 多空实战班 电话拨通 财运亨通 请拨 02 2578 3000 2578 3000 击飞万点 狗旺发财 TSY高档不空 TSY低点翻多 战斗营互步为营 战斗营挡挡挡掌停 顾得投顾咨询专线 02 2578 3000 200 2578 3000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冷静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我要给你翻手 不 不要 从现在起 三个药 五个不 预防禽流干 勤洗手确实消毒 肌肉 但要熟食 要买合格标志的禽肉蛋制品 不生食 不购买 不自行宰杀 不喂食 不接触 三药五步 勤防护 人间处处有情天 各位朋友 大家早 台股直播室 你一定要告诉你自己 你要成功每一次 这个成功不是用上欧白公的 来 来 看着他 这不是已经733了 这不对 刚才掉下来 你也说这个盘会死了 跟榜康 你就继续欧白公 好了 今天是710 710 接着我念一遍 10710 为什么今天又又10710 来看着呢 为什么今天是710 因为这平盘是不是715 710在这里 加权指数强弱 关键10710 10710之上 叫多方胜 10710之下 叫空方强 市场过去这一个礼拜 这一个礼拜 平均交易成本 平均交易成本 10754 也就是说 从上个礼拜三以来 一直到这个礼拜三 平均 平均落在10754点 你知道吗 所以 欧白做的就一定有个输 要输 我的建议你都别走 你做不贏就别走 来 各位请看 再看一次 你再不看我也没办法了 27 28 29 7月2号 7月3号 对不对 死为尽 叫执行替 人为尽 名得失 从历史里面知道怎么样 跌破10770呢 半坑会贏 从历史里面知道什么 站上10641半坑会输 从历史里面告诉我们什么 站上10701你把半坑你就大赔 从历史里面告诉我们 10851强弱关键 走不住10851你去做多呢 你就狂输嘛 就一样的道理嘛 那你为什么人为尽叫明得失嘛 你去看嘛 在这里要去做多的 这里要半坑的 这里要半坑 这里要做多 这里要做多的人 你拿他当一个借鉴嘛 这就做五招输多招 你就卖走啊 不就这样子吗 然后呢 同为尽正义官嘛 你如何利用铜来矫正自己嘛 拿个镜子矫正自己嘛 那今天强弱关键多少 叫做10710嘛 小昂明你说10710 都10710 不是 我从来不猜的 来 各位自己用眼睛看 是不是在这里 我来把这里放大就好 不要断喔 不要铃铛 要停住 九点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九 九点十一分 再看一次 十六分 每一根是不是一分钟 那请问最大交易量 是不是发生在这一根 这是10分嘛 这支11分嘛 好 来 请看 加权指数在早上九点十一分 看全图 强弱关键落在一万空七百十点 就是说今天在10710 够掉了它就是多方 就是多方强 这个多方强强到什么时候 就记住你就看 你就把PS衰点出来 就强到这个五分钟PS衰 拉到正五十 那个强就结束了 就是它这个买器 虽然很强 你是在多头 但是这个多头 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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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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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它就会到0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今天观察重点 你不好记的 你就记整数嘛 就一万空七百五十点 收盘了 我讲收盘了 你自己做个观察 那怎么做 让自己成为最大赢家 这个最大赢家 不是用手工的 你要做到 你要做贏 问题是你不是要怎么做到 你是要怎么贏 这一条算叫正五十 下面这条叫负五十 中这条叫做零走 对不对 好 当它往下跌跌跌跌到零 那你就做多吗 那你不是买在这里 从这里到这里 你说那还得了 从这里到这里 那这辆赢三四百点 不用 你给我骗 你从6月26多到7月 6月29号 哪有可能的事情 你在这里做多 这里是不是零走 这里做多 这里可不可以就走了 这样也百五点 这不是钱吗 你在这半空 我没在这里叫你空 我背你嘛 我没有带你空我赔你嘛 我没在这里叫你空 礼拜一啊 这是新卫元空 PSY目前正五 30分PSY目前正五十 空单进场 你不是空在这里 不然你空在这里 你在这里空 这临走 这样不贏 怎么有可能不赢 一定赢的啦 照着做 天上下雨地上会滑 走路跌倒 天上下雨地上走路跌倒怎么办 自己要爬 自己要爬起来 自己爬不起来 你就交给PSY把你带起来 这样就好了 OK啊 你就照着做 整体上 你就照着这个模式来 回过头来 国际股市的部分 因为在过去这两天 我都跟各位报告过了 看一个最简单的 直接给各位答案好了 来 各位看着他 不要浪费时间了 就这样子而已 不管是今天晚上 明天 后天 未来一周 除非交易量有变化 也就是说 他有更大的交易量产生 那这个框架格局就被改变了 在没有新的更大交易量之前 他就维持这个架构 你知道吗 你说现在川普又来了 双命攻击了 又来啊 你别管你 那正常的 因为他会加码的 他讲了一个话 结果市场不涨不跌 他就加码你知道吗 他就是这样来制造波动的 什么是对制造波动 对抗制造波动最好的利器 就是PSY 你如果一叫做零走 这个一叫做24300点 所以一 这假设一是零 二叫正50 三叫负50 这样你怎么做 正50的半康 负50做多 正50半康 负50做多 正50半康 负50做多 这条就两万四千三八点 明镜这条两万四千四百五十点 这个两万四千零五十点 就是这个区间 除非有更大交易量产生 否则他就落入这个架构 那怎么办 就这样子办就好 面对金融资产一半庆商 你这会记得 我们是要来赢的 那你要怎么赢 那你要有你的方式 我们做法 就是当PSY这个数值 来到正50 那麻烦你就做空 来到负50你就做多 那怎么做 就交给PSY带着你做 你就一根 用自己的手机点选出来 好 负50你就做多 正50你就给他办空 我怎么没带你空 有嘛 对不对 那现在在哪 现在刚好拍子在零周附近 在一二 正二 你就要等 好不好 那来到正50 我会发简讯给你 你就空 那相对的来到负50呢 那一样我也会通知你 那我们经常做多 那现阶段麻烦你就暂时观望 因为这里没有买卖点 那么感谢各位 也欢迎各位 您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操作 那么祝福所有朋友 回家平安 身体健康 操作顺利 谢谢你 拜拜 无力判断 神圣平库并自负投资风险 运通财经台 为投资人打造全新的海股直播室 超强民事阵容 直播现场急问急答 盘中其实为您解答 四月起 每天早上九点开始 进行锁定运通前天台 台股直播室 快乐战斗营 实战我最行 多也行 空也行 行情任我行 上上跳 上下跳 金正跑不掉 台股战斗营 多空实战班 电话拨通 财运亨通 请拨 02-2578-3000 2578-3000 机飞万点 过往发财 ESY高档不空 ESY低点翻多 战斗营互不为营 战斗营挡挡挡掌停 顾得头顾 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快乐战斗营 实战我最行 多也行 空也行 行情任我行 上上跳 上下跳 金正跑不掉 台股战斗营 多空实战班 电话拨通 财运亨通 请拨 02-2578-3000 2578-3000 2578-3000 二十二号那位先生 这位原力资源访察员 你要拜访你 我有时候通知啊 但可以不接受访问吗 先生 政府每月二十二日 那周办人力资源访察 是有原因的 为了了解多少人就业失业 才有实战的依据啊 他到底是做什么的 受访资料我们都绝对保密 人力资源探查 需要您的支持 我是在资议 比赛我全力以赴 这位元老师 就会教练 看你这位优优独的 人类优独的 工人们以资源